大家好 我是提提之心 無窮唯一 這一系列是我的淨土系列 講的是我最後還是從試煉的階段回歸到自身的部分 那這三張依序順序是從請跟我來 還有你是我的 還有第三章 你就不要想起我 那第三章比較有趣的是我有參考鐵富珍他的歌詞 你就不要想起我 我覺得這句話非常的帥氣 因為他在這段情感中付出了一切 然後最後非常的果斷的離開這段感情 因為他在這段愛情已經付出了他的所有 然後他也沒有再後悔 所以他可以非常自信的轉身離開 然後在這段感情做下一個句點 然後在這段感情做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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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夢裡花系列的表現形式 是我在做夢的時候會夢到人 可是這個人的五官可能會被遮蔽 或者是你裡面的人跟你 跟現實中的另外一個人的臉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透過這樣的 夢裡面所產生的一個情境 我把它帶入到我的創作裡面 那我也把這系列取名為夢裡花系列 那第三張臉品比較特別的是 我畫了戀愛中的男女 他們在對視的時候其實是非常濃烈的 那完全濃烈到完全看不到任何人 那我就是非常的表面的幫他 組了一個愛情的花橋 讓他們沈溺在裡面 不需要介意大家的目光 那我也覺得在戀愛中的人 應該就像在做夢一樣 那這一系列的話是 從失戀最痛苦的階段 那我也把它稱為是 你為誰感到痛苦 那我覺得失戀最痛的其實是 為對方離開 還有自己也不甘心等等的 這種是最痛苦的 那從我右邊這邊開始 是我創作的 為誰感到痛苦的系列 擱淺兩張的話 擱淺一跟擱淺二 其實我有一點點暗示性的 在表達出 失戀的人的心裡是一個破碎 或者是可以說是心已死的狀態 我的擱淺一跟擱淺暗 其實就有在暗示一種 失戀中自殺的行為 在我的左手邊的部分 是我近期比較新的創作 那這一系列我把它取為寂寞邊界 那也最後也是回歸到 自身在探討自己跟社會 或者是與他人的連結 那我把它取名為與你無關的部分 是因為我覺得人在這個社會裡 或者是跟人之間的互動還有連結 都是會有一些情緒在 可是這些情緒的產生 不是依靠別人 而是自己 所以我覺得這些情緒 都是自身要去解決的 就像剛剛我前面的系列 失戀或者是孤單寂寞 這些情緒都是回歸到自身身上 所以我最後取的名字 與你無關 因為這些情緒都是我自己要消化 然後最後把它轉向成 可以讓我繼續生活的一個養分